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是培育国际级艺术家的摇篮 例如现代艺术雕塑家朱铭 国际木雕钢雕家康穆祥 博游画大师邱席勋 在这众星云集的地方 曾幻生老师也是代表之一 擅长把故乡作为创作的理念 充满思乡之情 有这幅布曼艺术中 能完全地表达曾幻生老师 对于故乡通宵的向往 总是希望为自己的故乡做点什么 于是近年来老师的作品 充满了对故乡的情怀 利用油画的色彩机理 展现情感意义与独特性 我们在酝酿作品的时候 你会一直在思考 而且是在将近要展出的时候 其实那种压力 是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这就是它会发酵 所以你就会在所有的思绪里面 你就会蹦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东西又结合了我的故乡 我的生命的起源 通宵靠海造就了曾幻生老师 对于海有着密不可分的情感 曾幻生笑着说 我连出生当时妈妈都还在海里捕鱼 因此在老师的作品里 对于海的描绘 有更多一分的情感 其实我在出生那一天 我妈妈因为鱼货量很好 所以震痛了 就是补到震痛了 好了快快回家 就来把我生下来 这个就是我跟海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剪这张作品 曾老师把它看成故乡环境 孕育剪中的自己 期待破茧而出 让生命再度精彩与重生 能为故乡增添色彩 造就美丽的故乡通宵 以故乡的元素呢 我有几种元素 就是我是海边的小孩子 我们看到的就是沙子 跟漂流木 跟这个篱笆 沙丘 我希望观赏者会觉得 它是一颗胆 是一颗茧 那这个背后 它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要重视这一块 我们要去想想我们的当初 曾幻生老师除了对故乡 有一份浓厚的情感之外 对于教导他的老师 更是心怀感激 在每位老师的眼里 都非常看好他的潜能 对于他的作品也都十分赞扬 曾老师我发现他色彩 可以掌握很多色彩 每一张画里面色彩很丰富 另外行也抓得住 所以我用这个来确定 他是有天分的 他有小孩子般的可塑性 因为我们跟他讲什么 他就可以吸收 他有那个年轻人的冲净 他做起事来 你叫他做 他不会贴持 他有年长者的稳重 他做起事来 或者是跟年长人会沟通 而且非常有礼貌 2017年末 曾幻生老师在台中 大敦文化中心举办个人首展 在展场里能看见老师 热心的与观赏者 介绍作品的意涵 也有许多的艺术大师 起来祝贺 他有这种千秋万世的 这种创作耕耘的精神 带动了他的大将之风的胸怀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大敦文化中心 让他有这个手展 让他的潜力跟光芒 无尽地发挥 我们非常敬佩他 所以今天特地来参观他 这些画展 所以感到非常地高兴 尤其他在通宵 他的画都大概跟我们通宵的地区 这个环境都有关系 秉持着把艺术带回故乡的理念 曾焕生老师用心地教导下一代 在未来将持续创作 振兴通宵观光 这张布漫 我想要表达的 我们所成出来的像 透过我的像 未来我希望我的故乡 我的通宵 我的沿海 我的这个环境 可以让艺术的氛围 更加地浓厚 然后把它融入生活 让所有的相继 其实他们可以受惠 我觉得不要只有我好 我希望多赢大家都好 这个是我目前的 创作的一种向往 将艺术带回故乡 振兴家乡的经济与艺术素养 曾焕生老师不遗余力地努力 为了内心所爱的故乡 共创美好的艺术蓝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